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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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固定出炉的时间 按照客人需求新鲜烘烤 百年法国面包店讲究品质 用当地的食材制作面团 烤到八分熟 再用极速冷冻的技术 让面团暂时睡着 他们飘洋过海刚到台湾 要把他们叫醒 还得花一段时间 那像我们在制作面团的时候 光是制作面团的话 就需要花八个小时的制作时间 那一直到它发酵 还需要在十二个小时的低温发酵 那总共整个包括到烤好 就几乎是二十个小时的一个 整个制作的一个完成时间 法国人对于面包的重视 跟制作的时间长正比 二十个小时做出来的面包 要价不菲 一个六百元起跳 这个面包很简单哦 一个烤的好的面包 第一个呢 它要有一个杂食的重量 像我们刚刚说的 法兰梦它是四百公克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四百公克 一个层的重量 那再来它的表面 一定要是均匀的 有色泽 不管你看我们其他哪一种面包 它都是均匀的色泽 当起面包老师 欧森分享要怎么样辨别 法国面包的好坏 不像其他的法国面包店 专卖细细长长的长笔面包 它手上的这一栏 是法国百年老店 推出的第一种面包 还延续着法国大革命前 面包不塑形的样貌 它的形状不是一个方形的 或者是也不是一个圆形的 为什么 因为呢 在法国早期呢 面包是一个大种 是一个每天要吃的 每餐要吃的 所以呢 不需要再去制作出不同的形状 每餐都要吃 面包只是一种惯例 但是现在就接近有水晶吊灯 古典家具的法式小酒馆 享受的不只是面包 也有人来找寻法国巴黎的印象 很巧就是这个氛围啊 所以有的装潢啊 就像在法国一样 然后就感觉就是我不用出国 我就哎 我只要花个可能下午茶的时间 来这边用个餐 或者是吃个早午餐 然后就可以感觉 好像自己就在自身法国一样 悠闲 不赶时间 花上一两个小时享用餐点 在忙碌的台湾可能不常见 但是在这间店里 细细品尝 享受生活 仿佛才是合适的步调 很好吃啊 对啊 他们家的东西都很新鲜啊 对啊 然后材料都很道地 古典法国面包 上面铺着昂贵的帕马火腿 口感清新健康 维也纳系的甜面包 像是葡萄蜗牛卷 还有小可颂 也很受欢迎 其中最受到女生欢迎的 就是这个千层酥中间 填满鲜黄卡士达酱 还能吃到新鲜果实的草莓千层酥 厨房里头还在准备下一批 Alson从抹馅到放草莓 处处都用心 要注意的其实就是我们的馅抹 馅的抹的均匀度 那再来我们还有整个草莓放上去 草莓放上去之后的一个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 让客人他可以吃到每一口 都是草莓 今年才31岁就担任习正主厨 曾经到法国蓝带厨艺学校进修 对于法国料理产生兴趣 正是因为当时在高雄餐饮学院的老师 就是一个法国人 那时候对法国其实是充满着一个 有点像是梦想 那但是呢又会觉得说 跟外国人这样一起共事呢 非常的有兴趣 因为其实是他是一个不同的文化 那相对需要语言的来做一个沟通 那所以就让我自己会给自己定下一个 说想要去法国进修或学习的一个愿望这样子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法国人对美食的坚持 从原物料一路坚持到客人吃进嘴里 千层派只做两层就挺瘦 可不是因为他小气 而是因为传统的三层千层派 真的是太难切了 他做起来很漂亮 但是呢当客人在去吃的时候 他是非常需要一个 很好的一个刀工去切它 所以会造成很大的不方便 不管是哪一国人 包括到法国人要去吃这样的千层派 虽然他是很美味 但是有时候在吃的时候 你都没有办法这么的优雅 客人的吃相都顾到了 那甜点的卖相更是小心打理咯 饼干外壳上面固满了十几粒硕大饱满的敷盆子 鲜红可口 拿着软刷轻轻刷上果浆 好像是上了中的女人 整个亮临起来 我叫上去其实第一个重点 它是隔绝掉空气的一个接触 甜点与空气的接触 那再来的部分呢 就是让它整个呈现的感觉 是会比较亮的 色彩鲜艳的甜点是吸引女孩小孩的焦点 但欧森认为面包才是法国饮食文化的精髓 昂贵的面包可能是一时吸引人注意的噱头 但数字背后想传达的 还是那飘洋过海古法制作的精神 那其实呢 面包是一种文化 那600块的面包是各位可以享受 比较奢华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呢 会让台湾的消费者会去体验到一个全错位 有感觉就是说 它整个的在 在卖粉的选择 或者是在整个制作的部分呢 都下了非常大的一个功夫 看起来相当昂贵 让人不敢久留的店面 是法国人讲求体面的外在 但是面包店里头 甚至是做面包的人 讲求的是制作面包的用心 就是这样的踏实 做出了一个设计的好口碑 也让台湾民众吃一口 就知道 嗯 这是法国的味道